早安 欢迎回到5月3号的百个城报 我是威敏 全国大选竞选活动倒数第六天 昨天在彭亨关丹的城市公园 可说是这几天希望联盟讲座会上规模最壮观的一次 大会宣布有多达4万名支持者捧场 而今天在新报头版也注意到了 竞选期间出现的破坏行为和肢体冲突 包括马华劳党员被推下台 各政党的宣传海报被蓄意破坏 因此新报大标题呼吁选民冷静 别被知识分子煽动情绪 每日新闻和新海峡时报头版说的是 中国投资威胁论的课题 呼吁大选期间不要政治化中资课题 以免吓走了中资 至于前锋报今天头版大标题也刊出了 华团意义组织等各个民间社团 支持看守首相纳吉领导的政府 而武统副主席阿末扎西 昨天在霹雳送西的人民交流会上也指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涵表示 支持纳吉领导的国阵政府 因为在纳吉领导之下 大马跟日本关系良好 在这新周日报大选中极一战特辑 分析报道最新的选情 尤其是人数庞大的尤里选民成为两方阵营积极争取的对象 根据莫迪卡民调中心截至5月1号的最新民调显示 大马半岛马来选民对国阵的支持率 在三个星期内从原有的53%降至51.2% 对西蒙的支持率从20%增加至27.8% 对伊党的支持率则从27%降至20.9% 这结果说明了 原本支持伊党的马来选民转向支持西蒙 如果西蒙要入主不成 除了还需要增加至少6.2%的巫义支持率 还需要维持原有的华裔及印译选票才能够成功 所以民调也预测了 国阵在大马半岛的补选票只有40.3% 比西蒙的43.7%还要低 而伊兹兰党则是16% 但国阵将会重复上届大选的局面 能够继续保住政权 另外民调也特别针对 捧场敦马哈迪讲座会之后的肯殖民社群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许多第一代肯殖民还是巫统的支持者 第二及第三代的出席者 也不代表一定会把票投给马哈迪 至于敦马 吉隆坡总警长马兹兰证实 将援引反假新闻法令调查敦马哈迪发表的私人飞机轮胎遭人破坏言论 警方是接获投报之后才开档调查敦马 对此今日都在为西蒙站台的前财政部长敦达英感到难以置信 并认为警方援引反假新闻法令调查敦马的举动荒唐可笑 因为飞机轮胎确实出现了问题 所以对警方的行动感到不可思议 而且他也认为警方并不具备专业知识来调查这起事件 应该由大马民航局带头调查 最后也跟您预告一下 今天晚上8点半到11点 百歌同样有大选特备直播节目 而今天的候选人嘉宾有会说华语的行动党雪州杜顺大州席候选人爱德里 以及在和谐阵线下出征雪州五级加薪州席的人民团结党候选人肖建峰 所以敬请留守今天晚上的直播 跟着百歌与您一起追大选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歌城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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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